因为我本人是刚刚用过OPT 我是19年底博士才毕业的 所以我的经历应该是比较最近的 我那个时候呢 就大概的流程这样子吧 比如说你要毕业之前 你预定你什么时候毕业 比如说你如果是上课的话 那就是根据这个semester了 但是你如果说是做研究的话 那可能这个semester中间 你比如说今年的10月份你就毕业了 然后那这样子的话 你有这个预计的点 你当然要跟自己的Advisor沟通好 尤其是我们要做论文拿学位的话 对吧 然后呢 就是首先跟Advisor谈好 你什么时候要毕业 然后呢 提前三个月要递交这个申请 然后我19年底那会儿的话 就是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处理时间 大概是80天的样子 他批准了我的OPT 但是一年之后 我申请stemOPT的时候 也是suppose你提前三个月申请的 那个时候简直就特别离谱了 当时我可能等了四五个月 才拿到这个批准 所以就是说这个时间点一定要够提前去申请 那你说就是根据这个规定 你提前一个月也可以啊 但是你可能就是说好 你已经毕业了 OPT一直还没有批下来 然后呢 你这边工作start date已经开始了 对吧 那你就要去跟HR谈 你就要延后你这个start date了 就是提这一点 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什么时候申请一定要重视 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就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我是19年底毕业的 然后20年底去申请OPT stamp的时候 当时就是因为移民局特别离谱 好多情况是数以啥吧 就是好 这个公司的start date已经写明白了 然后大家以为三个月能办下来 谁知道搞了五个月 还有没有办下来的多了去了 后来就是听到很多 就是真实的例子 就是公司那边把offer直接给撤了 因为等不了这么长时间了 所以就是我们这边能把握的肯定就是 如果能早点的话 那就尽量早点开始 然后其他一些比较关键的步骤 就是太具体我也记不清楚了 因为也已经两年了 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写一些 写这个job duty 像我们上一个问题提到的 你这个要和你的学位的内容相关 因为这是个training嘛 那你肯定是 要和你修过的一些course 什么等等这些上联系 然后要不然就先这样子 这样子吧 我说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然后我说一下 然后两位嘉宾看一下是不是对 好吧 就是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对于很多同学找工作的话 就是你opt开始 是不是就是你从你毕业到 刚去拿到opt 这段时间是不是有大概两个月的 这么一个时间 这我听说的 是说你从毕业到你去申请opt 大概有两个月时间 然后你opt拿到手以后 就是说你好像可以有三个月 还没有工作 对吧 然后三个月之后呢 你会有在一年之内 一年之内呢 就是你可以是挂靠 如果你实在没有工作的话 我们说是最差情况 没有工作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就是找一个单位去挂靠 可以是unpaid的 然后你可以一年 然后等到这一年结束之后 然后做extension的时候 这时候才需要你是真正是领薪水的 我说这个流程不知道是对不对的 那我先来讲吧 就是对你刚才提这个是个很好的点 然后首先是这个时间线 比如说像现在是今天今天是2月13号 你正常这个春季的 semester是5月1号毕业 对吧 那你2月1号就可以申请这个OPT了 那也就是说好 比如说你5月1号是正式的graduation date 那你2月1号申请了 如果说一切顺利 你可能5月1号之前 就OPT给你批准下来了 他批准那一天 就是你OPT开始那一天 比如说可能是4月20号 那你就是说graduation date是5月1号 但是你OPT开始的时间 14月2号这已经开始了 好第二个就是 就是说那个90天的情况 90天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你刚毕业嘛 然后已经拿到OPT了 就是说移民局 就是说以所谓人性化的 他给你90天的一个时间 让你去找工作 但是90天之后 你就要有一个正经的工作了 所以就是说这90天 你可以是没有工作的状态的 然后下一个就是 这个挂扣这个 比如说第一年 你unpay或者什么 因为有些专业就是很不好找工作 对吧 然后90天过了 你还没找到工作 有些却挂这个ICC 或者有一些我们读PhD的 然后可以接着在原来的实验室 做一个volunteer等等这种 就是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但是就是要记着一点 就是你OPT开始之后 就是移民局另外一个机构 叫ICVP 他会给你发一个邮件 你要去这里注册 然后报告你的employment status 那就是啥意思呢 就是就是你如果拿到OPT 你就support去报告了 然后呢 你一定要在那 在那个系统里面 就是report特别明白的 你90天之后是employed 否则的话 你整个F1直接就失效了 我当时是被这么搞了一下 所以就是还是这个事情 还是特别麻烦 所以这是第二个要注意点 就是你OPT start之后90天 你要记着去那个系统 去报告你的employment 然后他那个就是说第一年之后 提前三个月你可以申请这个STEMOPT 对吧 然后这一步的 你这个公司就必须是e-verify e-verify的公司才有资质 来就是你可以简单认为 它是sponsor你的这个STEMOPT 那其他的那些公司就不太行了 然后至于说 就是说这个领不领薪水啥的 比如说第一年OPT 很多人是就是做volunteer 是没有薪水 这个我是确定的 但是比如说你这个STEMOPT 然后他e-verify的公司 公司的话一般是肯定会给你开薪水 至于说你极端的说我找个朋友 他有个e-verify的公司 我还是不领薪水 这个到底能不能操作 这个我不太确定 我现在讲到这儿 这个很有关注 那朱二世你这边什么补充吗 其实孟姬刚才你说的很清楚了 就是60天的OPT开始的时间 和OPT中间有90天 可以unemployment的时间 其实我当时操作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太担心过这个问题 因为是基本上你一定要做的事情是跟学校的国际学生中心的那个officer 保持一个非常好的沟通 基本上这些问题你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担心 你基本上就给他发邮件 他基本上都会很快的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时候应该干什么 比如说他觉得我们学校的国际学生 反正他比较负责 每次就是说他感觉 比如说我的OPT快结束了 我要快 提前三个月我要申请延期了 他会提前 他会给我发个邮件跟我说一声 而且就是每次 到了一段时间 可能是那个 是每六个月 好像你要report一下 你的当时的工作状态吧 他要去更新那个service的状态 我们需要国际学生 他们也会主动联系我 就是不是说等我去联系他们 所以当然我不知道可能不是所有的officer都这么勤快 但是就是我们自己的话 可以多主动的去跟国际学生中心的人保持联系 有任何疑问就问他们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可能更具体了 就是说 你看看 有些同学呢 他是这么回事 他是说他 他马上要毕业了 然后呢他想说我找工作可能没那么快 因为他可能中间各种原因吧 他可能说不太相信自己能那么快找工作 他想尽量的 就是说保证足够多时间 那他 那他问题是说 那我是 比如说我五月一号毕业 我是二月一号申请的 还是说 我等毕业以后再去申请 然后等到那个 那个 那个officer下来以后呢 我们再过这么 这么三十天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前面二十 前面两个月 加上后面三个月 加起来是不是五个月时间了 就比如说我二月一号去申请 然后五月一号一生效 然后呢 我可能就是比如说 那个 那个八月一号之前 对吧 我就可能就得 就是得找到工作 如果我是晚点申请 是不是这样可以延到 比如说 十月一号才需要找到工作 这个不知道你们两位嘉宾有没有经验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 OPT最早可以提前三个月 去年好像是说可以提前四个月了 但是我不太确定 提前三个月 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最晚什么时候申请 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因为我当时肯定是往提前申请了 我记得是两个月 或者像李果说的三个月 所以就是这况呢 就像周治说的 你去跟ISS就是问他 他肯定会帮你解答了 就是说你最晚什么时候申请 那你这样就可以估计一下 你这样可以 比如说你多留两三个月去找工作 然后你觉得 就是说 我多留一个月 多留两个月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能找到工作 或者这是我最晚 必须申请OPT了 你也可以就是用这个策略 就是往后拖一点 然后来开始申请